那些人给了婷姨很大压力 她有些撑不住气了 第二局开始以后 她可能会强攻我 或者引诱你进攻 到时候 你要 是 对了 你手疼不疼啊 我给你找对一吧 说曹操曹操的 我看一下 谢谢 加油 加油 不要被其他人 打烂了你比赛的节奏 不要被其他人 不要被其他人 第二局比赛 现在开始 准备 开始 第二局 鼓子 guys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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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草似乎能看穿 亭仪的进攻位置 他现在研究的启示 已经到了这种境界了吗 竟然 亭仪第二局攻势那么猛 怎么一直得不了分啊 可能是一周前的交手 让亭仪世界有了戒心 就算是进攻 也留有余地 不太敢分开手脚 你的意思是 亭仪害怕白草 这怎么可能 未必是害怕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吃惊 你们有没有觉得 白草似乎能看破亭仪的意图 总是在亭仪出水之前 就有了准备 就要开玩 也不可能 就要开玩 有了准备 真的吗 这么胆小了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打比赛的时候 就像出生的牛犊 天不怕地不怕的 你其实呢 打得速射速脚的 好不容易才跟我打一次 把你实力拿出来 别跟大小鬼一样 只会躲闪和防守 我知道你想记我出手 你有你的战术 我也有我的 停 第二局结束 比分是二比零 哎 天忆啊 你怎么回事啊 比分一直上不去 是不是太久没练 退步了 你这样的状态 怎么能挑战恩秀啊 比赛对手不同 策略就会不同 比赛看的是最终谁会取得胜利 而不是比分多少 说得对 天忆 我们相信你的能力 不过你也要帮帮我们是吧 我们需要的是精彩的场面 第三局 一定加油啊 嗯 你们放心吧 来 白巧 喝点饮料 补充一下能量 怎么办怎么办 停医越打越猛了 白巧还落后两分呢 哎呀又不能给白巧压力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憋死我了 憋死我了 白巧进步非常大 以前没有正式跟 婷姨师姐交手的时候 还没有发掘 现在看来 她们两个更像是势均力敌 婷姨是国内最出色的 原舞蹈女选手 又是全国冠军 还参加了那么多世界的比赛 白巧一直是她的手下外将 怎么可能势均力敌啊 那是因为很多比赛都不让百草参加 你忘了 从去年开始 只要百草参加比赛 也都是冠军 只不过比赛的级别都比较低而已 如果能够给百草同样的机会 百草怎么可能差 只是这两年 婷姨虽然在国外 但是但凡有大型的比赛 教练还是会让婷姨参加 也不让我百草去 是有点不公平 这有什么不公平的 婷姨最强 肯定是要派婷姨参加呀 那是说不定 说不定今天 婷姨就为输给百草 你开什么玩笑 婷姨会败给百草 那我就倒着走路 你以为婷姨会成为国内的长盛将军 就有这么一点本事吗 那百草能看穿婷姨的意图 婷姨肯定也能看穿百草的意图 我觉得呀 婷姨肯定还有其他的办法 对不对 李峰 没错 百草进步是很大 不过无论从技术还是经验上来讲 百草还是不如婷姨的 如果百草 仅仅只能看破婷姨世界的启示 而不进攻的话 那他最多也就是拿个拼手 胜负就在最后一局了 你可以使出来 使出来 什么使出来 是有大招吗 Ruber师先生快告诉我 你又不打比赛告诉你干嘛呀 怎么哪都有你呀 你又不打败吗 我又不打败了 对啊 我没打败了 你又不打败了 你又不打败了 不打败了 我真是有大招 有大招 你又不打败了 反而变得特别主动 是着急了吧 已经到最后关头了 白草肯定要着急的 越着急就越容易有漏洞 我觉得 婷姨可能会抓住她的漏洞 把她给KO掉的 终于忍不住了吗 这样最后 这次 我要让你记住 属于 你永远都别想抢走 你们看 婷姨好像要 没错 她估计到了 虽然婷姨世界之间大的比较被动 但她故意露出破绽 就是在等白草出她最擅长的双飞机 然后就可以守株带兔 给白草一个致命的回击 不愧是婷姨世界 但算数定了 这高度 这高度 这不是说话题吗 终于等到你了 快走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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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头 快走 太棒了 对那比赛而已 别那么激动 来 走走走 没完事 百草得两分 还能继续吗 能 来 就只剩二十秒了 你看亭也都被打懵了 百草赢定了 停 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 比分是 二比二 停 什么 为什么 不对啊 时间还没到啊 是啊 明明还有时间啊 为什么要提早结束啊 各位记者朋友 今天的比赛就到此结束了 你们需要单独采访的 可以上前来 十五分钟之后 我们还有晚训 希望大家配合 谢谢 沈教练 请问你对今天的比赛结果 有什么看法吗 定一 你是不是因为太骄傲退出了 定一啊 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呢 对啊 定一 你一定有些失误啊 每一次的比赛 都有一些小的失误 这很正常 我贴出来了 大家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 我真的贴出来了 知道了 不是因为有什么心事 那样的状态呢 白草 你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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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说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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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法子伤心 白草的三连踢竟然这么厉害 白草的三连踢竟然这么厉害 白草 你真的好厉害 竟然可以在空中连踢三脚 好棒啊 白草 你怎么做到的 你可以跳那么高 真是小看你了 训练了这么久 可算没有白费 苦尽干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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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师兄 我 还是不行 别人不行 但是你可以 你比其他人疼痛的高度要高出败致 要打败天地 就必须把所有的潜能都激发出来 我们换个方法试试 嗯 嗯 嗯 洛白师兄 这样 行吗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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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他刚刚那个空中三脚踢 我们该取个名字吧 既然是百草创造的 那么就叫百草三连踢 怎么样 不好听 不好听 太不好听了 那什么好听啊 百草飞踢 真的 旋风百草连魂踢 旋风三连踢 这个好 这个好 旋风三连踢 怎么样 这个很有气势 而且很上口 也不看谁起的 看来你还是有点弄弄啊 是 哎呀要不是醒教练今天突然喊停 就凭我们百草刚刚那个旋风三连踢 绝对不会是平局 哎 你不要太得意忘形好不好 我觉得不管沈教练喊不喊停 百草都不可能打败提名的 今天百草赢那是一定一定的好不好 你没看见我们百草刚刚的势头有多么的强劲啊 七百草 你的秘密武器就是这个所谓的旋风三连踢是吗 耳朵挺好啊 这么远都能听见 好不容易练出这么一招 却拖到第三局才用 你就这么怕我吗 怕第一局使出来我就给你破解掉 然后一样把你打得一败涂地 是吗 你果然进步了 懂得使这些小花招了 我 只有同时拥有技术和智慧的人 才是真正的远武道王者 你以为 你用这些小伎俩赢得了两分 就能真的胜利了吗 百草他刚刚明明是靠自己的实力 不是什么侥幸得分 而且 他不管是第几局拿出那种颓反 都是他的自由 这叫战术好不好 战术 我 看来 你还是用心良苦了 不但比赛的时候费尽心机 比完赛了 还找个人来给你虚张声势 不过也是 你要是不走这些旁门左道的话 也不可能拿得了分 现在看结果看来 还是挺好的 至少 你以前一分都拿不到 现在 还能拿了几分 我是不是应该恭喜你啊 听一 我应该恭喜你才对吧 要不是沈教练喊停 万一百草赢了 在场有那么多人 那听一前辈 你是不是很没有面子啊 就是就是 我看就是沈教练偏心听一 前辈吧 都瞎说什么呢 我要宣布一件事 方婷怡 七百草 今天的比赛 你们两个没有分出胜数 也许 一个月以后 我会给你们一个机会 让你们拿出全部的实力 再过一次 到时候的结果 将直接决定 代表我们培训基地 参加世青赛的候选人 世青赛历史悠久 全称是 远武道国际城市青年邀请赛 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城市 申请举办 几乎所有的远武道大师 和宗师 都曾经参加过 所以在业内 也被称之为 远武道顶级高手的萌芽赛 萌芽赛 萌芽赛 没错 那谁能参加 各位记者啊 为了备战士青赛 韩国长海道馆 举行了国际训练营 到时候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参加 也会有最优秀的老师 作为指导 当然 我们暗阳也接受到了邀请 作为这一次国际训练营的赞助方 好 我 邀请所有人一起参加 哇 我们都能去韩国吗 太好了 那是我们都能去 每个人都能去吗 是的 每个人都有机会 方氏企业愿意提供这次机会 我会来审核最后的名单 不过 如果本学期 有一门功课不及格 都不能参加 好了 现在休息五分钟 然后我们训练 沈教练 什么事 刚才在比赛 您为什么要在关键时刻加点 难道 因为廷一的外公曾经是您的师父 您就要一再偏袒他 你真的很有胆量 没错 廷一的外公是我的恩师 所以我格外地照顾他 廷一的成绩和表现 也是值得被照顾的 这有什么错吗 如果因此剥夺其他队员公平竞争的机会 这就是不对 若白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就像刚刚的比赛 不到最后一刻 你就一定能确定百草会胜出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当年百草在松柏的挑战赛内一路获胜 但是到最后你也没有选择他 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事实证明 那一次我错了 之后百草一直全胜 打入半决赛 超出所有人的意义 虽然田怡这几年一直是全国冠军 但是最近 他在世界大赛里的最好成绩只有第四名 他参加史青赛 不可能有更大的突破 难道百草参加 就会有很大的突破吗 万一他第一轮就被淘汰下来 怕是有很大的惊吓吧 沈教练 百草是有实力的 他的力量 他的速度 他的弹跳 他的反应 包括这次的三连天 目前国内除了他 谁还能做到 我已经说了 也许一个月之后 我会给百草一个机会的 如果到时候他能够战胜婷姨 世青赛的推荐资格 我会留给他 什么叫也许 去年的韩国训练营 婷姨拿了最优营援 如果这一次 百草也能够拿到最优营援的话 那么他就有了和婷姨 最后一战的资格 如果拿不到最优营援 他就不能再和婷姨比了 怎么 你还是觉得很不公平吗 你是不是在担心 百草根本拿不到最优营援 不 百草一定可以拿到 沈教练 希望您能遵守承诺 你放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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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过来 过来 坐下 小莹啊 小莹 你说我跟你爸爸辛辛苦苦地工作 供你上大学容易吗 你这整天到晚的都在干什么呀 你看看人家百草 学习成绩比你好吧 援武道也比你强 你天天跟人家在一起 你就不能跟人家学点好啊 你说你长那么大了 你将来你可怎么办呢你 这有什么的呀 你女儿我长得美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当今这个时代颜值最重要 正所谓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刷脸 刷脸啊 我叫你刷 你再刷一个 总之我告诉你啊 这个学期要是再有不及格的 你暑假哪也不去去 在家里跟我好好学习 我可听说了啊 今年韩国昌海道馆举办的夏令营 你们培训中心可是有不少名额呀 到时候大伙都去韩国玩了 你一个人啊 等着参加补习班吧 黎静 干嘛呀 我下周我就要考高数了 可是我数学哪次及格过呀 再说了 哪有大学生上辅导班的呀 辅导班是吧 上不了是吧 上不了辅导班啊 你去去给我参加高副班去 实在不行啊 我就带你去学挖掘机 将来好有一个一技之长啊 妈 妈 妈什么妈呀你 我告诉你啊 在家老师给我待着 不许乱跑 妈 一个破碎的我 如何去挨上一门破碎的考试 妈 你看看 都变成什么样 你这两年在国外都干什么了 你除了跟那个姓瑜的小子到处乱转 买衣服上电视你还干什么了 你心里边一点儿圆武道的精神都没有啊 我也看透了 你干脆啊 放弃圆武道吧 做你那个千金小姐挺好的 外公 不是这样的外公 你别叫我外公 我嫌武道馆 没有你这样不争气的继承人 外公我知道错了 之前我确实浪费了很多训练的时间 这次的训练赛没有赢 我也很难过 连队里的训练赛 我们还要靠人家阿宁终止比赛 保证你一个平局 人家阿宁不给我这个老头面子呢 你不让人看笑话吗 你怎么去参加世庆赛啊 你看人家韩国那个李恩秀 人家是什么训练态度 你是什么训练态度 上个月 我去了一趟长海道馆 见到了恩秀那个姑娘 人家年轻轻的 无论从智慧反应腿弓上 那都是大师级别呀 你妈妈出世以后 外公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你和你哥哥身上 尤其是你 从小就听话懂事 你不仅是外公的希望 更是你妈妈的希望 如果你妈妈还醒着的话 外公我知道错了 每一次比赛啊 不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的荣誉 更是为国争光 你妈妈她就差一步 就差那么一点 可惜啊 你妈妈没能够 我希望你 能承接下来 为国家争夺更高的荣誉 我会的外公 从现在起 一个月 不许离开贤武道馆 和你哥哥一起进行封闭训练 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全都给我退掉 知道吗 知道了 还有 不许你偷偷摸摸地溜出去 和那个姓鱼的小子会面 明白吗 可是外公我和她 听见没有 听见了 还有啊 那个齐白嫂姑娘 你得注意点 她可能是你国内 最强劲的对手 知道了 知道了 没关于我 你不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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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继续 续拔 你不许离 我的女超人 喝点饮料先 干什么活啊 不是说了吗 今天电视里要放 接地训练赛的新闻呢 你的旋风三连梯 就要上电视了 多么有历史性的一课 哪有那么夸张啊 我倒要看看 那个把眼睛放脑门上的婷姨 被你踢背的狼狈样 你看他今天说那些话 明明就是被你三连梯 踢到电视上爬都爬不起来 哎呀还要说什么 那我们抢到第三局才用 说得好像是我们 做错什么事一样 他说这个 你干嘛不反过他呀 其实他说的没有错 如果一开始 就使出那招的话 也许到了第三局 他真的能想出应对的方法 哦你的意思是说 你前两局是 故意不主动进攻的 嗯 前两局的比分一直僵持不下 有那么多记者在 婷姨会着急的 所以第三局我一出腿 他就会急于反击 这样使用三连梯 就会比较容易成功 嗯 你居然能想出 这样的一个战术 不是我想的 是热白师兄教我的 妈呀 我的热白师兄太牛了 哎呀我就说嘛 以你的性格能这么沉稳 哦任凭婷姨怎么威逼利诱 你又不出手哦 嘿嘿嘿嘿 哎对了 若白师兄怎么还不出来啊 这都要开始了哎 哦开始了走走走走走 原武道士亲赛不久即将开赛 备战情况如何呢 下面是我谈记者 发回的相关报道 哎 哎 什么呀 怎么全是他呀 不是说要播比赛的吗 婷姨 这 你对接下来的事情在 怎么回事啊 当然有啊 加油 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 我会加油的 谢谢大家 谢什么谢太无耻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差距 以你现在的实力 无法影响TA的地方 你必须不断努力 用接下来每一次的获胜 让任何人都无法在忽视你